我們看第六題 我們來看這個極限 因為這個X的整數部分 這會小多少呢? X的... 就X啦 X它會小多少呢? X的整數部分加上1 會大一點多少呢? X的整數部分 然後我... 然後我全部把它... 把它取那個高四五號 我就取整數了 那這取整數的話 這個就等你多少 然後把它什麼呢? 倒過來 倒過來的話 X的十分之一齁 這小的等於 X的整數部分分之一 大來多少? X的整數部分 加1分之一 那我把它全部乘以多少? 乘以X的整數部分 這個是X整數部分 所以X 小的等於1 大來多少呢? 大來這個... X整數部分 加1分之一 你看看 然後另一個X的 趨近無窮大 這個趨近都少 不對 這應該是X整數部分 這個本來就等1了吧 這個趨近1 因為X的整數部分 當X的趨近無窮大的話 X的整數部分也是趨近無窮大 所以利用加幾原理 Limit X的趨近無窮大 X整數部分 加1分 整數部分 小一等於多少 Limit X的趨近無窮大 X分之 X整數部分 這個等到 小的等於1 這等於1 所以根據夾幾原理的話 這個東西 一定去接1 所以答案是1